他们确定没给自己的老婆下骨吗 原来男人就是这么让一个女人成为家庭主妇的 在你身上也看到我妈跟我外婆的那种感觉 非为家庭放弃一切 这种就是女人美 女人美 我有时候看到你照顾Gaby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好美啊好美啊 不得不说他真的好贵KFC 有时候我看到你做饭给我吃的时候 哎呀好美啊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传统 对超传 但是我的传统不是大男人 跟主持人都直呼李阿南是中了王祖兰的毒 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又高那富又帅 有一些一天的dating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他身上没有阻拦的那些优点呢 中了阻拦的毒 当主持人问李阿南吵架之后 帮阻拦怎么哄他 这微妙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我们俩吵架的时候 阻拦会怎么哄你 他会他会坐在旁边 因为他很有喜感 嗯很有喜感 说白了就是没哄呗 他要拼命帮老公说好话 很多人以为就是他要在家里 摆电打卡秀啊 他在家里是一个玩具可以哄你啊 玩具 但是他什么都不用做 他就坐在那儿 我看他 他就笑场了 世界未解之谜 在包文静眼里 鲍贝尔到底长什么样 你的先生鲍贝尔 跟一能静的先生秦浩 谁长得比较帅 当然我老公 哪一个部位特别帅 脸部 脸部 我看他全身上 现在哪哪都发光的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这就叫情人眼里除夕师吧 我们家说我说要王老公 你觉得他可爱心 我觉得他长得帅 长得帅 这又是你超帅 老不让我说这个 当得知孙姨跟自己老公有吻戏时 孙姨我相信 孙姨我就没有见过他 孙姨他跟你先人眼睛 我那你得先来跟你见个面 没错 先认识我吧 要得先跟我沟通一下吧 他确实很美很漂亮 而且我又不认识他 孙姨董子健离婚后 他彻底慌了 我就怕他会崇拜我老公 我也怕他会 他会爱我老公 我虽然是相信我老公不会怎样 但我怕他爱我老公 孙姨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 但不能质疑我的品类 政治在他眼里 跟鲍贝尔合作过的女演员 都是潜在情敌 跟说你拍摄期间 跟我老公去 暧昧的 我说我身子正不怕椅子弯 你自己家的问题 你就能好好解决 但是我可以用心理担保 我没有 你老婆回去 敲话不了啊 终以为估计自己都瞩磨不透 这样就能拿下猪单 他拿两杯咖啡 然后他说来 你把票拿一下 哦 在口袋他裤刀 觉得他就行票加快 就觉得这男人的腿怎么那么长 那么长 哎呀 对我拿来 他拉你 你不死 关键是他自己完全想得通 无论我是因为 我那天实在太困了 我老公做了一个举动 怎么一顺不舒服 他很果敢 很大男子主义 我超迷恋有大男子主义的 孕妻给做一次饭 就感动到不行 有一次吐的实在都不行了 我老公第一次为我做一顿 我还偷偷到听话中 都拍他的背影 哎 卑微卑微 没见过少 很多妈妈怀孕 老公哪有照顾 你说能不能着家都难受 咱们能跟好人家比喻 不管周一维做什么都狠狠 拿捏住了猪单 他用两句话直接把我搞定 这胃我都不敢吵架了 周先生跟我说 现在是在给你台阶 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 待会这个台阶就没有了 有点小迷妹 今天算完了 在你的身边